早晨 今天是2024年2月22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天我们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策略师 王耀宗Andy 和谭海运陪着你一起开市 Andy 今早大市有什么焦点 整理来说大市是看看 例如美股那边是否因为NVIDIA的业绩可以站稳 以及联储局的声明是否令外汇市场也站稳 香港这边看看是否昨天正式突破了下港企岛 稍后Andy 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汇控昨天中午出了业绩 差过市场预期 股价在下午升转跌 ADR再向下 折合港元就失手60元 究竟有没有超跌的情况 稍后Andy 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有投资什么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市况 美股个别发展 导致低开80点后 美市跌幅曾经扩大到225点 最后一个小时由跌转升 收市升54点 标指同样跌转升 收市未升6点 收报4981点 纳指一度跌超过1% 收市跌幅收窄到0.3% 收报15580点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英国富士指数要向下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升接近1% 焦点科技股方面 普遍向下 苹果向上升不够1% Amazon升不够1% 资料显示 公司创办人贝索斯 截至星期二为止的9个交易日 完成沽出5000万股 Amazon的计划 合共套现85亿美元 另外 Amazon获纳入道指成份股 下星期一会开始生效 Tesla高位一度逼近200美元 收市升幅收窄到0.5% Meta要向下 NVIDIA收市后公布业绩 即前连跌4日 即后重上700美元流上 超微电脑 SMCI跌6% 本后回升一度重上800美元 另外电动车生产商Rivion 对前景展望差卦市场预期 本后股价要跌超过一成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各别发展 阿里港股上日做好后 ADR比本港上日收市再高超过1% 折合73.89 百度和京东相比本港收市都要跌 汇控第四季派息小过市场预期 ADR要跌8% 比本港收市再低超过3% 折合58.2 阿泰区外围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超过1% 升近400点 最新报38,662点 首义总合指数升近10点 升至普通股指数向下跌近15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幅超过1% 最新升近120点 先讲讲 刚刚美股收市后公布业绩的NVIDIA 在美股收市后公布第四季业绩 三大重点 第一就是每股盈利 第二就是收入 第三就是Data Center的表现 三样东西都叫超出市场预期 先讲每股盈利 4.93美元 超过市场预期的4.6美元 比去年同期升了7.6倍 收入最新的数据是221亿美元 市场预期是204亿美元 第一季收入预测是240亿美元 市场原本预期的预测是219亿美元 大家看着就是Data Center的收入 按年大升4倍 按季都升了27% 不过有一个注脚 就是公司说到Data Center 来自中国内地的收入 第四季是有显著下降的 主要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 盘口就大升了 逼近历史高位 其实非常之近 就不够1美元 Andy 你怎样看NVIDIA的业绩呢 可不可以叫做完美呢 其实都挺完美的 只不过好在暂时没有看到外面的标题 说它是完美的 因为每次通常看到外面 一提到的完美业绩 就可能是要休息的 但是就这么说 现在这份业绩呢 我会说无论是增长 无利和其实市场过去这几个季度 如果真的选择股份 他们就很着重一些现金流的情况 其实全部都交到数 没什么特别地方要挑剔 我会这么说 它整体来说 尤其是大家真的很着重Data Center的位置 都真的明显的增长还是存在的 甚至最重要是我们会看 按季会不会大家有个很明显的减慢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忧虑 唯一的一个位置 就是要有少少去留意 会不会的demand上有机会有少少coo down 因为我看到他们也有提到 例如有提到他们的customers 有少少像昨天ParaAuto 稍后才再有ParaAuto 有少少像的情况 就是客户都开始在想 capital spending 肯定会不会有少少减慢的这个迹象 因为很简单 如果那些客户 他们可能不够 未必有那么多budget 去expense 可能都会有机会 使得demand 减慢了 这是从初步看到的 在数据和指引上 不是太有这些着脈 纯粹提醒大家 但是最少如果用现在他们这次交调数 再加上他的guidance去看 其实现在的估值 不贵 是的 即是会立即看下去 就算你当是用 最简单可能大家容易得到的 就是预测市盈率 那些都是31倍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量化评分去看下去 现在都是合理偏低的水平 所以你看到盘后都立即有反应 去到近期的顶位 是的 我相信 可能今晚还会再多一些 因为 看回他们现在市场上短期的options 期权的波动 都应该业绩之后有10%左右的波动 是的 所以可能去到前顶附近 会 看看会不会创新高 是的 还有 叫做好消息 就是之前那几天 你继续回到10%以上 10%左右的调整不多 是的 因为我们会说 用这一次美股的升浪 就是从去年年中开始的升浪 去看 其实参考NVIDIA 中间你预计可能有10-20%波动 是合理的 是的 所以我会说 要多谢之前又杀了好仓 是的 NVIDIA 临出业绩之前 又有Pala-Auto的Cyber Security 一次过被洗一洗 那变了 临出业之前的 短期的期望 都会低下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整体 OK 继续中线来说 我觉得是正面的 是的 如果用现在的增速上 未见到明显放缓 即使用中线现在是觉得便宜的 但是要小心 可能未来过多一季左右 我估计按季的增速会有机会慢的 是的 但这就到时才算了 最少这份业绩就看到是这个情况 我仍然是维持着 如果中线 当是Touchwood Journal有什么事发生的 我觉得那个列口位 就是之前的列口位 大概631元 是一个中线 大家会拿来要守的位置 是的 好的 我们先讲讲美股的情况 上天就有个别发展了 今个星期大家都看着NVIDIA的业绩 暂时也是在安全的水平 大家都非常满意这份业绩 讲讲那个息口的走势 联储局就发表1月底 那个维持利率不变的议息会议记录 当中就显示了大部分与会的官员 其实是忧虑太快的减息 他们希望都是见到更多的数据 显示通胀稳步回落 才是进行一个减息 只是有很少数人担心 太长时间维持高利率 可能会影响经济 甚至陷入衰退 这个就是基本的情况 就是大家对息口投射的预测 好 现在就是将减息的预期 好像越推越迟 大家看完 例如CPI、PPI等等的数据 都觉得未必能够这么快减息 你们自己又怎样看减息时间表 还有美股 现在之前都看着NVIDIA 会不会达不到市场的预期 现在这么高的预期背景之下 都能够超越的时候 美股是否能够再做很多一段时间呢 先回答你的看法 现在市场开始 在解读不同联储局的情况 令到他们 由原本年底或年初的时候 对今年减息的预期 就完全大大削弱了 反而似我们一向 在说今年的背景比较多 就是说美国那边 最快应该五月才减息 甚至应该六月七月左右才减息 现在是似这个大方向多一点 唯一 曾经早一两天 看到外媒 突然有提到 好像市场说 随时要加息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我不会说没有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是否需要的 因为尤其是在美国那边 他们自己 经济增速其实是OK的 还有他们的 通胀 我们一直都预认了 不会那么容易 压下去 还有 就算早几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说了 预认了通胀 会开始走一个 横行的 不会再特别回到太多 要开始有一个反弹 唯一是 主要是 住屋上的 那些是升得比较厉害的那一刻 曾经有点担心的 但是仍然在我们的预期之中 所以我们就觉得 不应该特别说加息这个动作 是的 补充一句 不拉太远 如果大家有留意过 其实美国下年 不是说国债的 是说投资级别债 企业债 还有高息债那边 其实开始多公司要还债 是的 所以 应该在未来两年特别多 是的 所以理论上 今年我们觉得 它不应该再令到企业家 太大压力 是的 不差那么远 简单来回答你 就是 我觉得昨天的 minus 里面 有一件事是令到市场觉得 联储局有一个想法 里面有人 就是觉得 宁愿不要这么快去做减息 最多之后追减息的动作 其实这件事可能不理解 因为其实他们看不通 是的 其实他们看不通的数字 我觉得美国不需要做太多变动主 反而要担心的就是 它不像欧洲那边 就是英国那些 其实 所以说 我们现在看不通的数字 我们要看不通的数字